与苦禅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国画家 美术教育家 他将西方雕刻绘画方法 绘画精神融入国画教学 利用西方写实造像的理念 去观察对象 潜心探索中国大写意艺术 率先将精细作为传统美学 与文化艺术之综合 引进美术教学之中 李古禅出身贫苦 但不怕苦 他出去画画 一画就是整天 带块干粮当饭 李古禅结合自己从艺过程 教育儿子理念 干艺术是苦事 喜欢养尊储优不行 古来大多有成就的文化人 出身贫乏 怕苦是不会有成就的 他还说人必先有人格 然后才有画格 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李古禅的律集与教学主张是 具备广博的学士修养 不可胸无点墨 他认为单一的画画是小道 比画画更高的还有说法 说法之上有诗文 在上一层是音乐 最高层次是先哲的哲理 也就是大道 齐白石老先生曾评价李苦禅说 苦禅学武 不似武 在李苦禅的共青图里 齐白石提款写道 李苦禅也超过我吧 据作家曹宇这样说 李苦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人生短促 艺术长存 这并不是说任何艺术 而是人民所肯定的艺术 评论家王静玉评价李苦禅 他是人 意 和谐同一的典范 本期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收看